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在第一个章节中的学习中了解到做亚马逊站的SEO 一个重头是优质关键词的优化 另一个重头是优质文案内容 也就是我们的优质listing的文案输出 那我们学习了怎样去优化关键词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学一下怎样来做一个优质文案 优质listing的一个输出 那现在进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课程 listing内容优化策略 我们这里面包含这么几个步骤 第一个是把标题的流量最大化 第二个是将五行描述与详情的转化率提高到一个度 然后一个是QA跟review的一个操作 再一个是提供高颜值的产品图片 再另一个是做好图文详情页面 也就是说我们主要通过这五个办法来优化我们的listing文案内容 来做好我们的一个优质的内容的输出 那通过这样一个一个关系图 大家可以看到 listing文案它里面包含标题title 五点详描不立刻 详细描述 review QA 还有一个是产品图片 还有一个是A加页面 我们要做一个优质listing的一个输出的话 基本上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出发去打凿一个完美的listing 在这里面每一个模块它们都各司其职 标题和关键词是让亚马逊的买家朋友 发现我们的一个作用 然后图片是抓住亚马逊买家朋友的眼球 打眼 让他欣赏我们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我们通过五行和详情 让客户快速切入理解我们的产品 再通过review和QA 让客户信任我们的产品 觉得我们的产品的客户体验是非常优质 然后从而产生购买的行为 所以我们这里面标题和关键词还有图片 是来做一个引流的 然后我们的五行详情 还有我们的review QA 是来做一个转化的优化的 两者各司其职 然后我们讲到做listing文案输出 必然讲到listing上架 这里面我们强调 做listing上传时 必须优化上架 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 为什么 一个点是 time is money 这里面 这是一个点 时间就是今天一个点 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当卖家每次去修改listing文案的时候 亚马逊系统都会重新去抓取你修改过后的文案 然后重新赋予你listing新的权重 也就是说你每一次对listing的一个编辑调整 它都会带来后续的一些权重的调整 这种调整的方向是不可预料的 是正面加成还是负面反馈 通常情况下 在我的学员朋友 尤其是新手学员朋友 他们的反应里面 通常都是越调越差 所以我们强调listing上架之前 就需要去做好视调 做好关键词词库 做好listing文案 然后listing上架的时候 上传一步到位 标题 标题这一块 我们讲究可读性 可搜索性 可读性是给买家看的 是给买家看的 你必须符合买家的一个 使用习惯搜索习惯 阅读习惯 人为关怀 另一块 可搜索性这一块 是做给亚马逊数据系统看的 做给A9算法看的 你在写这一块的时候 你必须保证到你的产品 能够被亚马逊检索到 能够被亚马逊收入到 好 怎样来写一个合规的产品标题呢 这里面我们的截图给出了 不同类目的 它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写法 包含它的一个写的一些套路 还有一些 关键的一些 它的一些写法的一些样板 但是我们通力下来的话 其实它里面有这么一个 共同的逻辑 标题它在写的时候 是品牌名 加描述 加型号经典 再加一些亮点 那下面这一个标题 给大家做一下尝试 菲利普的这一款产品 我们在写标题的时候 给到大家的建议是 所有单词的首字母 必须大写 除了借词 and of for with 等等 然后标题中 不要包含侵权 或者本身就不属于产品的虚假清晰 包含别人的品牌名 别人的商标 那这里学员就问了 如果我做的是 苹果手机壳 必须要用到苹果这次怎么办 我们看一下同行 他们一般都写 for iPhone 打擦边球 for什么什么产品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另一个 你产品里面不要包含产品的一些卖点啊 详描啊 诸如此类的 这样在标题里面 一个是标题的字符空间 比较小 它只有200个字符空间 一个是 你在产品文案里已经有体现了 再在标题体现的话 其实是重复 是累赘 我建议大家做 然后标题的一个长度 我们标题的一个 限制长度是 最大字符限制 是200个字符 但是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写 80个到120个字符左右 80个字符是考虑到手机端的客户 使用习惯 120个字符是考虑到我们的PC端的使用习惯 我们去搜索产品的时候会发现 不管是PC端还是移动端 你在搜索产品的时候 超过字符限制的所有的内容 它都会以三个省略号为代替了 客户是看不到的 然后另一个 如果是产品是套装或者捆绑销售 你需要在标题里面有所体现 2-in-1 4-in-1呢 多少多少个 在一块捆绑销售 一定要在标题里面有所体现 这两张图是我们在移动端上进行搜索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产品标题超过 这里还不到80个 大概就是60几个字符左右 它就以三点省略号代替到其他的所有的字符 但是如果我们的产品标题控制在80个字符以内的话 它就可以完全展现 然后写标题 优化标题的最重要的几个点 一个是标题的权重 从左至右依次递减 最重要的关键词 排名要最靠前 我们在实际运营操测中 测试得出的结果是 标题的前面50个字符的权重最高 所以我们卖家在写标题的时候 通常前面50个字符要优中选优 对关键词的征选要尤其注意 基本上都是把我们的成交主关键词 把我们的成交特质关键词 放在前面50个字符这里 然后根据亚马逊写标题的规则 品牌名必须写在标题的第一个位置 那是我们实际运营中呢 实际运营中 我推荐我们的新手学员朋友的话 靠前的这一个位置 不要浪费在产品的品牌名这里 因为我们新手学员的品牌名 受众极其少 甚至说毫无知名度 客户是根本不可能用你的品牌名 来搜索你的产品的 除了卖家自己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品牌名 写在标题的第一个位置 就浪费了标题权重最高的 前面的50个字符空间 那么怎么写 我建议就是放我们的成交主关键词 成交特质关键词 然后根据我们后续的一些 广告打法也好 SEO推广套路也好 强推这么两个词 标题前面五个单词展示所卖的产品 前面17个单词展示产品卖点 这是一个通用的套路 我们的学员朋友可能做到最后的话 可能会发现他没有那么多的主关键词 或者是特质关键词可以用 这里只是做一下参详 然后另一块 不要做关键词堆砌 这块我们之前的分享中 就已经跟大家做过 这一类分享了 关键词的重复堆砌 对提高我们产品的展现来说 根本没有帮助 根本没有帮助 形同积累 所以这个事不要做 不要做关键词堆砌 他一个对这个没用 一个是很影响消费者的阅读观感 特别影响消费者的一个购买体验 所以不要做关键词堆砌 另一个标题只是标题 我们在写标题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套路 可读性可搜索性 可搜索性体现在 标题前面五十个字符 另一个部分 Voliport 五点描述 我们五点描述 是为了帮助客户 快速切入 阅读 理解我们的产品 让客户快速地发现 我们产品的特质在哪里 我们产品差异化在哪里 我们产品好在哪里 我们写五点描述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产品的功能来写的 然后推荐是写一百五十到两百个字符 然后在里面着重体现出我们产品的差异化 最好是结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产品 这一块在户外产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比方说我们做的一些户外的背包 户外的冰袋 户外的碎垫 我们可以给它阐释到这些产品适用在哪一个生活场景里面 是适合提花艇 适合冲浪 适合露营 适合登山 等等等等 它可以极快地帮助卖家 它可以极快地帮助买家 快速地找到它的一个产品的切入点 然后让它去接受理解这一款产品 这里面有一个点 我们的五行描述在手机端只显示前面的三点 后面的两点是被隐藏的 所以我们需要根据移动端的这种特质 把我们最重要的三点 最重要的点写在前面三点 这里是Anker PowerBank Anker它的一款五行描述的一个写法 我们可以参想一下 它基本上是以一个简短的短语或短句 在前面做一下简单扼要的一个概括 后面做一个小短句或者一个长句 做一下尝试跟描述 基本上如果客户看前面这五个短句的时候 就可以了解到他要买的产品是什么了 在后面的话 他可以做一下更加细致的一个认识 更加细致的一个阅读 那我们的卖家朋友也可以参照这样的一种做法 来做我们的五点的一个优化 在前面五点的时候 做一个精简概要的一个短句 放在前面 然后在后面做一个长句 做一个详续的一个描述 详续做一个详细的描述 那通过这样 一方面是满足了阅读观感 另一方面 他可以让客户快速地阅读这款产品 然后从而让他来理解 理解我们的产品 另一个部分 详情描述 详情描述的话 是通过文案的撰写来深入描述我们产品的细节 它包括产品一些特点啦 使用方法啦 包装里面的产品啦 还有一些使用产品的一些tips啦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警告信息等等等等 然后在做详描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 在做五点描述的一个深化 我们做产品详描的话 通过对五点描述的细化 来多维度地展现出我们产品的特质 让我们产品更有立体感 让客户对我们的产品的了解 更为深入 更为立体 然后在详描的时候 还能着重强调一下 我们产品跟其他产品的一些区别 尤其是我们产品好在哪里 这里的话是一个产品详描的一个样板 我们可以看到 它通过一个有效的排版 它把品牌的一个小介绍 产品的一个小介绍 还有产品的一些使用的一些场景 产品一些技术规格 还有一些产品的一些需要的注意的点 全部写到了 那买家通过这样一些排版有序 观感特别优美的这些产品详描 就可以快速地理解我们的产品的卖点是什么 这样的话对提高产品的转化 相对来说比较有用 然后这里需要强调另一个点 一个真实案例 我的一个学员 他做的是一些办公转移 办公转移我们的核定的产品规格 核定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载重 也就是它的贺重负重 其实是在250磅到300磅之间 但是我学员朋友 他的一个办公转移的负重 他的上限是到了400磅这里 那他在五点详描里面 还有Discretion 五点描述 还有那个产品详细描述里面 就着重的浓墨重彩的 写了这么一个特质 我们大家都知道 欧美的中年白领 他们的体重都特别的高 所以他们对产品的 办公转移的负重要求也比较高 当我的学员朋友 做出了这个产品差异化 这块产品特质之后 他的产品在Business Spire这里面 特别有市场 特别有市场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 给大家做一下对比的图 这是另外一种产品详描的写法 当然它看起来也比较规整 但是我们两张两相比较 之前的这张图 和后面这张图两相比较 哪一个优哪一个列 相信我们的卖家朋友 心里面就已经有底了 这里是我们这一个优化 listing内页文案 需要着重讲解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今年 亚马逊对review刷单高压状态之下 很多学员朋友来问我的一些问题 基本上都集中在 如何如何在准备产品的review测评 但是我们讲 listing的review跟QA 是listing成为一个爆款 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我们review还有分不同的一个质量的层级的 这里面影响review的质量层级的 主要包含这三大因素 一个是买家账号的等级 他是不是要么是普莱马会员呢 或者是只是普通的过路客 一个是review 他被其他的买家点了helpful 点投票的数量 如果他被其他的买家点helpful 投票的数量特别高 那这一个review 他的一个质量就特别的高 另一个是否是VPreview 也就是验证购买的 验证购买的review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直评 他对listing的权重而受 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 我们现在做测评 基本上都是在做VP评 然后VP评 尤其是top reviewer 他们的VP评 在listing的权重里面影响 尤为重大 当然你如果找不到top reviewer 做图片review 做视频review 他的那个质量也特别的高 我们在做测评的时候 也要有所测重 那我们在流评 在亚马逊这么一个高压 环境下流评 需要去做哪一些注意呢 需要去做哪一些规避呢 这里面需要讲到 两个十分之一和两个延长 两个十分之一是 你的测评单 需要做到你页面流量 的十分之一 另一个十分之一是 你的流评的订单 要占你总订单率的 十分之一左右 当然群众比较高的账户 可以提高一些 相对提高一些百分比 但是我们讲 亚马逊的自然流评率 是低到可怕的程度 亚马逊的自然流评率 远远低于百分之一 那我们现在控制在两个十分之一 其实相对来说 其实已经是一个次安全的一个范围了 我们的卖家朋友 在流评的时候 客手住这两个十分之一 相对会比较安全一些 另外两个是两个延长 一个延长是延长购买路径 我们现在很多学员朋友 我们很多卖家朋友 做测评的时候 都是直接给到链接 直接给到品牌 让客户去购买 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动作 我们的购买链接里面 包含了太多的信息了 时间戳 keywords 点等等等等一些内容 如果你直接给到链接 让客户去购买 我们测评动作的 是会让亚马逊抓取到 你在违规人为操作 客户评价的 那如果我们延长购买路径 让客户通过关键词搜索 进入我们的产品 listing界面并且完成购买 或者是让客户通过关键词搜索 关键词广告 进入我们的产品界面完成购买 相对比较安全可靠一点点 然后他还可以同时开启另外几个竞品 其他竞品的一些链接 listing的一个页面 同时比对 通过模拟自然的购买 通过延长购买路径来完成的购买 基本上都相对安全 另一个延长就是我们讲的 留平时间的延长 很多卖家朋友早得买手 收到货之后立刻留平 这其实也是错的 其实也是错的 基本上都是需要他购买 适用五到七天以后再来留平 相对来说比较妥贴一点点 只要客手住两个十分之一 两个延长基本上都没有大问题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点 我们留平review的结构 还有评次还有质量 其实也关乎于review会不会被录 比方说 你产品推新的时候 找了十个买手 留了十个好评 十个五星VP好评 好 擦边球 亚本软可能不会赚你 那如果你留了一百个五星VP好评呢 不用人工审核 在亚本软机器人筛选的时候 亚本软数据库筛选的时候 就已经能够判定你是人为操纵评价 那如果你在找买手做测评的时候 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多次购买 多次购买全部都留平了 这样的留平平次特别的高 那同样也不用人工审核 亚本软数据系统也能判定你 直接判定你人为操纵review 所以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的review结构 你不一定每次都需要留五星好评 四星也可以啊 另一块 你留平的平次不要太高 不要太高 然后如果只说转化不留平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亚本软持续高压的是在针对操纵买家评论这一块 对操纵转化这一块 它的监控力度相对来说比较小 另一块 因为现在上好评比较难了 所以我们的学员朋友经常在问的是 如何删差评 如何删差评 这里面分两种 一种是如果是真实买家的差评的话 我们一是联系买家 联系买家去通过联系买家去删差评 一种是针对我们真实买家留的文案去删差评 文案这一块 我们的review文案 它里面要求只能够针对产品的质量做出评价 它里面如果涉及到卖家服务啊 涉及到种植歧视啊 涉及到彰化 涉及到其他一些无关内容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在这里report 点击report向要门申请移除的 没有问题 然后另一个方面 如果是恶意评价呢 同行恶搞呢 同行恶搞的话更容易 同行恶搞的话更容易处理 同行恶搞的差评分两种 一种是直评 直评现在的群众微乎其微 那我们基本上不对不计 当然能删也尽量要删 另一种是VP插评 VP插评的话 我们通常情况下是优先考虑到删除它 怎么删VP评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一个一新的VP评 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买家profi 这里一个点 同行卖家恶搞 他用的买家号 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一些僵尸号 我们进入买家profi 来看一下这个买家的一个质量 如果他留差评的一单是近期留的 上一单购买是两三年前留的 那这个账号百分百就是我们说的僵尸号 那你通过这样的一个 那你通过申诉是可以百分百 让亚马逊删差评的 那另一种 如果这一个买家号 是亚马逊同行专门用来删差评的号 他购买的频度特别高 一个星期购买了好多次 每一次留留的差评 这样的号留的差评 我们也可以通过申诉 让亚马逊替我们删除的 当然删除的套路还有很多 如果说删除无效呢 删除无效的话 我们就只能考虑把差评全部点弄 直接把它撑到这里 不让它上了我们的差评的首页 然后再 如果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产品星期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用产品的好评去弥补 提高我们的星期展现 另一块Q&A 这一块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 在当前是可以尽量多做几个Q&A的 亚马逊持续高压针对的是review 但是对Q&A同样 它对这一块的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我们在做Q&A的时候该怎么去做 其实维护好一个Q&A 以维护好一个listing它的一个内页Q&A 也是衡量我们运营手段运营水平的一个标准的 我们可以把Q&A维持成一个小型的问答论坛 里面的买家可以是我们测评买手 也可以是我们的自然买家 然后里面的话可以买家跟买家互动 也可以买家跟卖家互动 那怎样来设置我们的Q&A呢 这里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两个套路 一个是在设置Question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产品缺陷打埋伏 比方说你做的是一些服饰类产品 牛仔衣 牛仔裤 那不可避免会有一些褪色的一些缺陷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Question 问这些产品会褪色吗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产品 其他的一些衣物在洗涤的时候会不会染色 那我们做一个answer 可以是自己卖家去回答 也可以是我们做的买手去回答 做answer说 诶 购买了这些产品了 觉得不错 是会有一点点褪色 但是不影响产品使用 也不会给产品其他的服饰 造成染色这样的困扰 那当买家看到了这样的问答之后 他对这款产品就有底了 他购买产品回去之后 就算发现这款产品有染色 这样的一些缺陷 他留差评的概率会不会高 很低 极低 另一块 我们可以在Q&A里面埋关键词 这块很多新手学员朋友可能还没有接触到 但是我们在做优化的时候 在做listing文案优化的时候 Q&A的关键词 其实是可以大做文章的 你甚至可以把你同样竞品的 number one的品牌名给埋进去 当然不能用卖家的账号的回答 你可以用买家账号的Anson 买家账号的Question 来问这样的问题 比方说你有一款产品跟同行的number one 特别的类似 你就可以问这款产品跟同行number one 这个品牌用起来的话 有没有差别啊 会不会怎样子啊 会不会有什么缺陷啊 然后你用另一个买家号来做回答 就是说这款产品跟number one产品 质量相差无几甚至更好 那当真实买家看到这样的评价之后 他可能而且是极大可能 就会来购买你的产品 他希望用一个较低的价格 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价格 来买到Yern number one的产品质量 当然关于Q&A的玩法 后续还有更多 我们后续如果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做更多的交流 这里面截取的这个图 讲的就是 我们Q&A他的投票 对我们Q&A的一个影响 基本上我们Christian & Anson这一块 如果他投票越多 那他的一个在这里面的群众越高 他在Q&A里面的排名就会越高 这一块我们后续 当我们的卖家朋友发现 我们的一些Q&A 对我们的产品的listing帮助 特别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买家账号啊 测评买手啊 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账号的 一个点选 把我们这个特别有用的这个问答 直接给点上首页 来提高我们产品的一个转化 讲另一部分 产品的图片 我们在做亚马逊搜索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产品的图片 都特别的简单 那有学员朋友问我 尤其是新手学员朋友问我 他说这么简单的图 客户会去点选吗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欧美客户的一个选择购买习惯 跟我们的中国客户的一个选择购买习惯 还有两地客户的一个审美观的一个问题 我们去打开我们的天猫淘宝金 我们看到我们的产品手图都特别的 花哨特别的酷炫 但是我们发现 欧美所有的BTC平台 他们的手图都是这么一个简洁 大方的一个配置的 那亚马逊搜索站内对图片的要求 他的一个要求也强调了 必须要求简洁大方 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主图的背景必须是纯白色 纯白色的主图背景的RGB值是25乘25乘25 我们现在所有的屏 所有的液晶屏都有色差 你无法去判定一个图片的是否纯白 你就去点击选择它的RGB值 如果是25乘25 那就是纯白 另一个主图不能够是绘图或插图 而且主图不能够包含 不包含在订单里面的配件或者道具 我有一个学员朋友 他是做厨房秤的 厨房秤是在秤量各种食物的重量的 他在做主图的时候 把厨房的一些产品 他在做主图的时候 把番茄 葡萄 这项一些水果 厨房里面常用的一些果蔬 放到了厨房秤上拍了做主图 那当客户收到产品的时候 美国耿之贝就问了 我的葡萄 我的番茄呢 直接给了查评 这事经常发生 所以我们的主图不能够包含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的那些配件或者道具 另一个点 复图可以添加八张 也就是一张主图加八张复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亚马逊重新调整过之后 他在产品的图片展示位置这里 是一加六 一加六 所以这一块我们的学员朋友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下征选 你可以做一个主图加六张复图 你也可以做一个主图加八张复图 把所有图片空间全部用完 图片不能带logo和水印 这一点是针对我们的新手学员讲的 尤其是我们从其他的国内必须词平台 转过来的一些新手学员讲的 我们的图片不能够带logo和水印 然后产品要占据图片空间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的左右的空间 产品必须清晰可见 服饰 做服饰产品的学员朋友的话 要注意了 如果你的产品 服饰使用了模特的话 必须使用真人模特 不能够使用那些模型 然后模特他在产品拍摄里面 必须用站姿 不能够用坐姿 另外我们的图片里面 不能够包含裸体信息 色情信息等等等等 这一块 我们很多东莞的学员朋友 也需要注意了 因为很多东莞的精华的一些朋友 他们做成人用品的比较多 他们在做成人用品的时候 在产品图片里面 必须规避掉这么一些裸体色情信息 不然也是会被亚马逊给剥掉的 图片尺寸这一块 亚马逊它的图片尺寸 像素上限是3000乘3000 但是我们推荐学员朋友 在做的时候 其实只要做大于1000乘1000 就可以了 一般是1001乘1001 只要产品它的像素 超过1001乘1001 那它就有一个图片放大的功能 我们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 就有一个图片放大的功能 可以让客户更详细 更细致地看到 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细节 那另一块 如果产品是直接按照 标准上线3000层3000是上传的 图片的接收打开的速度会比较慢 尤其是一些网速比较慢的 一些欧美买家 他们可能等不及图片完全出来 就直接跳走了 这对产品的一个展现跟 产品的跳失是特别来的 这对产品的一个转现跟转化 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影响 然后图片的格式 图片的格式 JPEG GIF等等等等都能上传 那是我们首推JPEG 因为JPEG格式 它的文件的一个占比容量最小 然后另一块 它上传的时候 图片的损失率也最低 你用JPEG格式上传的图片的话 它可以极大程度上的还原 你产品在上传前 它的一个质感 而不会出现 你产品在上传前特别的漂亮 质感特别好 上传之后一片毛糙 所以在做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的卖家朋友 尤其是新手卖家朋友 在图片这一块争选 尤其要去做一下 细心的一些把握 然后这里面 主图跟辅图的功能是分开的 我们主图是为了打眼 是为了吸睛 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点击率 提高我们的listing的流量 然后我们辅图呢 更多情况下是为了展现细节 强化我们的产品卖点 来提高我们的转化率的 这里面 我们这么一个高颜值图片呈现的套路 是一张白底的主图 再加上一到三张的功能图 再加上一张细节图 再加上使用场景图 再加上全部的一个全家服务图 再加上产品的全家服务图 也就是你产品包装里面 有多少的一些配件 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这么一张图片 比方说 ank充电宝主图 白底主图 辅图呢 使用的一些场景图 产品规格图 还有一些细节卖点的图 最后一张是一些全家服务图 它里面的话 这一些卖点 跟我们的五点描述里面 也是一一对应的 这样有助于客户在看图的时候 同样能够快速地理解文案内容 这样对提高我们的转化 也是有帮助的 做图片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点 一个点是一张图片直体现 一个亮点或功能 然后图片里面的文字 用图标来代替 然后我们图片的色调 必须确定一个组色调 而不能够五颜六色 五彩缤纷 这个国内比较吃香 但确切来说 欧美的BCC平台来说 并不能接受这样的 五颜六色的一些大杂费 然后我们图片的质感 要求特别特别的高 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工作室 拍一款图片 拍一套图片的价格 300到500人民币 如果是特别高端的 做一款蓝牙耳机的渲染图 可能要1.5K到2K 那其实我们可以根据 我们的需求去选择去定位 但是至少不要跟一些 新手学员一样 去直接用手机就拍图上传了 我们至少要给它一套 有质感 有美感的 能够产现出我们产品 卖点特质的图片上传 最后的一个点 讲我们的图文详情页面 也就是我们的A加页面 我们的A加页面的话 现在是做品牌备案之后 才能够做的 据不完全统计 有做A加页面的产品的转化率 比没有做A加页面的产品 转化率高3%到10% 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提升空间 那我们的消费者通过A加页面 可以快速地通过图文 来了解我们的产品信息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A加页面的编撰 来讲一个我们的一个品牌故事 欧美可特别看重品牌故事 品牌传承这一块 如果我们这会讲好了 对提高转化率也是有帮助的 再之外的一点 根据我们购买人群的购买习惯 来编写我们的A加页面 这一点我们的新手选员 可能有所忽略了 我们每一款产品的 锚定的客群是不一样的 我们锚定的客群的购买习惯 也是不一样的 它看重的一个点 产品痛点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购买客群的 一个产品的需要 产品的一个痛点 来做这么一个A加页面 然后通过A加页面的一个描示 来提高我们的转化率 比方说这一个界面 就是Anker这款产品的A加页面 包括图文描述 包括产品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描述 包括一些产品卖点的 这样的一个产营 包括其他一些同类产品的 这么一个推荐 那它不仅可以做自己这款产品 还把其他产品的关联也做起来了 这是做一个特别到位的一个流量俱正的 通过这样的话 一方面提高了其他产品的一个点击流量 一方面提高了自己产品的转化 何乐不为 何乐不为 那说到A加页面这么神乎 那是不是A加页面是所有的产品 不一定 什么产品不适合做A加页面 低价产品 功能性产品 怎么理解 低颗单价产品的话 买家在购买的时候 基本上他着重关注于listing的 头部位置这些信息 标题让他进来看了我们的产品 他再看了图片 不错 符合他的一些观感 符合他的一些需求 再看五点 不错 解决他一些产品的一些使用痛点 再看价格 十刀以下特别便宜 基本上就买了 做A加页面如景于月形 他基本不会拉到下面来看想描 也不会拉到下面来看A加的 所以这一个做A加 聊胜于无 另一个 功能性特别强的产品 比方说五金配件 比方说其他的一些 功能性指向性特别强的 一些规格性的产品 买家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他的一些规格特质 来做搜索检索 他看到前面这一些规格特质 符合他的一些产品需求 他就直接购买了 而且 买家对这款产品 他的一个属性特质 已经非常了解了 基本也不会拉到下面来看 我们的A加的 如果特质产品做A加 也如同鸡肋 聊胜于无 所以B加产品跟功能性产品 可能不适合来做我们的产品的A加页面 那讲到这里的话 基本上已经把我们产品的一个 listing页面的需要做优化的所有的点 也都已经讲完了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 现在都已经是共识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又放进去跟大家讲 就是FBA配送 我们的买家朋友可以去测试一下 有采用FBA配送和没有采用FBA配送的产品 它的流量基本上是天差地别 所以我们在做优质的文案输出的时候 也需要去考虑到产品的配送方式 它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流量倾斜 好 那关于亚马逊站内SEO 我们了解了 怎样去做关键词的优化 怎样去做优质内容的输出 那我们的卖家朋友们 肯定还会在了解 肯定还会在关心了解 在我们新手学卖家朋友 在我们的小卖家阶段 我们怎样去做后续的 亚马逊站内SEO的一些营销动作 那关于中小卖家的SEO案例分享 怎样去做后续的这些SEO优化动作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 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好 谢谢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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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观看